我们每天生活在世上 但是却没有人能说得出 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因为你前头也许认为 现在做的是很有意义 但是姻缘结束了之后 你又会发现 你所做的是没有意义 因为业力无常的缘故 你经常在各种信念中来回轮转 昨天深信不疑的是 今天却完全颠覆了过来 除了上一章说 穷富 善恶 进退的分别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生出大大小小的 分别心 而且随着一些分别心所转 但是我们丝毫不能察觉 其中一个就是有我像 认为这个身体是我 然后有 我所拥有的 这个执念 这个身体是四大甲合而成 四大由忘心所生 这在《冷言经》里又说 我相和我所拥有 简说为我及我所 人有了我及我所 就会分你我之别 受你我之别所影响 当你有了你我之别 再生出多少之别 看到别人多自己少 就想拥有更多 就有贪心 执念不断 但有人阻止你 你的念无法实现 就有称心 执迷外景 就是吃心 贪称吃不断 人就有苦 我和你一般